查尔斯国王去世的消息在全球传得沸沸扬扬 白金汉宫立即发布他多维度高清工作照来辟谣 看来王室清楚该怎么做 那为什么国王和王妃辟谣方式差距那么大 凯特王妃至今下落不明 这两天有人注意到 英国各地纷纷降半旗 BBC的标志性logo也变成了黑白色调 这是英国君主葬礼前的预备动作 梅奈乔行动即将启动 各大媒体连夜蹲守在白金汉宫外 希望获得第一手新闻报道 当了70年老太子 国王位置才坐一年 屁股还没雾热就去因病去世 查尔斯国王成为温莎王朝在位时间最短的君主 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就在全球吃瓜群众为这一消息感到震惊不已时 白金汉宫紧急出来辟谣 确认查尔斯国王活得很健康 并继续履行国王职责 白金汉宫辟谣第二天 当地时间3月19号 查尔斯国王被媒体拍到高清照片 证明他还健康地活在这个世上 紧接着 王室官方社交平台发布了查尔斯国王在白金汉宫会见老兵的高清工作照 从照片可以中看 查尔斯国王面色红润气色好 看来王室清楚该怎么做 那为何查尔斯国王可以立即发布高清照来证明自己活得好好的 凯特王妃消失了三个月 始终拿不出来正面高清照或是视频 连发三张假照片和一个模糊的假视频来蒙混过关 其实凯特王妃现在的处境大家心里已经很清楚 她无法正常露面 之前坊间一直传闻 凯特王妃被威廉王子的绯闻女友用刀捅没了 夏洛特公主为了保护妈妈也没了 这才是造成这对母女消失的真正原因 甚至有人提出了更为大胆的阴谋论猜测 凯特王妃可能已经离世 但王室为了维护形象 选择密而不宣 查尔斯国王决定让威廉王子尽快登基 等威廉王位作文再宣布凯特王妃的死讯 以便利用国王的豁免权来掩盖事情的真相 反正戴安娜王妃就死得不明不白 凯特王妃可以复制她婆婆的结局 虽然这些阴谋论离奇了些 但也不无道理 查尔斯国王利用自己去世的假消息 打压凯特王妃消失的热度 争取更多的时间 唯唯救赵保威廉 查尔斯国王这招玩得很高明 紧接着 王室又更新了剧情 竟报3月20日报道 凯特王妃的医疗数据就被伦敦诊所的三位工作人员盗取 幸好凯特王妃的医疗档案被系统及时拦截 他们才没有得逞 眼看离真相只差一步之遥 王室慌了神 立即让警方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主角演完 配角上场 难道是为了掩盖更大的事情放出的烟雾弹 根据王室官方发布的时间 凯特王妃要在4月17号之后才能正式复出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希望复出的凯特王妃不是替身 查尔斯的病情又恶化治疗不是那么顺利 而且情绪也非常的不稳定 查尔斯已经放下公务全心全意在治疗 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目前的卡米拉却非常高调 把凯特的工作也已经全部接手 到处代表王室访问 英国王室几乎成为卡米拉的天下 卡米拉近期出席各大活动也是格外高调 在英国王室的辉煌历史中 不乏英勇与坚韧的传奇故事 而今一段新的感人篇章正在上演 查尔斯国王与凯特王妃 这两位深受民众爱戴的王室成员 竟然在同一家医院共同抗击癌症的侵袭 他们的坚韧与勇气 不仅令人肃然起敬 更在全社会传递出抗癌的正能量 然而 在这样悲凉的大环境的渲染之下 却又这样一位奇葩的存在 她就是卡米拉王后 卡米拉和查尔斯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注定平凡 卡米拉自从不体面地上位以来 在王室也是从未闲着 在王室内部各种作妖 挑拨离间为自己谋福利求上位 从哈里梅根夫妇和王室决裂离开王室 又到现如今 查尔斯国王和凯特王妃双双抗癌 尽管威廉王子有天大的本事 也是分身乏术精力有限 王室的所有重要决策和重要活动 都给了卡米拉上蹿下跳 打入内部的机会 这不 自从查尔斯国王宣布患癌至今 卡米拉是一刻也没闲着 甚至表现出了坚定的姿态 而如今 王室正面临着人才凋零的局面 这时候 卡米拉便经常出来主持大局 凯特在一段视频中透露 未来几个月 她将专注于养病 暂时不会出席公务 因此 原本属于她的公务 现在都交给了卡米拉处理 尽管卡米拉已经76岁 但她身体依然硬朗 精神饱满 行动敏捷 而凯特则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复活节期间 甚至不会复工或公开露面 据外媒报道 查尔斯和凯特治疗期间 王室公务由卡米拉全权负责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卡米拉从半非晋升为 王室的实际权力人物 上升速度堪比坐上了火箭 接下来 卡米拉将忙于应对各种公务 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状态 同时也将拥有更多的权力 查尔斯三世国王和王后卡米拉 在2024年1月29日一起 离开伦敦诊所的消息令人欣慰 这表明国王能够接受治疗 并且已经康复到可以出院了 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健康 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然而同样是身患癌症的凯特 原本也打算这个时候露面的 但从消息来看 可能性已经为零 是凯特的病情比查尔斯国王的严重呢 还是其他有什么原因呢 再没有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以及他们的孩子乔治 夏洛特和路易斯参加的皇室活动 会不会逊色不少呢 2019年4月21日 包括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 和哈里王子在内的王室成员 观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抵达圣乔治教堂 参加复活节晨岛 凯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大衣 和女王的蓝绿色很吻合 一定灰蓝色的帽子 体现了对女王的尊重 亮度不超过女王的帽子颜色 全家都是蓝色系的穿搭 凯特照例是淡蓝色的连衣裙外套 夏洛特公主的连衣裙和连裤袜 也是淡蓝色的 和母亲凯特的服装很协调 而乔治王子就和爸爸威廉的海蓝色同色了 看上去一家人和睦又协调的穿搭很养眼 这次男生们还是穿着海蓝色的西装 而夏洛特增加了一件海蓝色的小大衣 凯特的服装的蓝色更加艳丽和设计独特了 与帽子同色皇家蓝色 在阳光下更加耀眼了 凯特很重视皇家的每一次活动 皇室也不会草率一次的皇家公众活动 尤其是复活节 从女王开始就以认真对待的态度 相信她这次选择缺席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原本这次可以公开露面 来评析更多的猜测和怀疑 看来凯特的回避一定有其原因 由于凯特王妃的穿搭时尚 已经被她的粉丝们公认 加上三个孩子的初挑 每次的皇家活动都以他们的出席而增色不少 尽管这次的活动对于皇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凯特一家选择不出席 必有他们的理由 但还是祝愿凯特能早日康复 能看到她往日的风采 皇室曾经宣布凯特王妃很可能会在复活节假期后恢复公务 但这是还未公布患有癌症的消息前 现在 这一时间表可能已被取消有所改变 具体回归日期尚未公布 我会让她的风采